是疫情最新了 在今天指挥中心公布 国内新增有23813例的本土个案 境外移入有280例 而在确诊个案当中增加了有86人死亡 而在边境现在拦截到台湾首例的 BA.2.75的病例 是从印度返台的北部男子 比较特别的是 他跟同行的亲友所验出的病毒株 是有所不同 先带您掌握疫情指挥中心的说明 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的话 有23813位 跟前一天比较起来 是稍微降了一点 基本上是差不多延续着 这种缓慢下降的这种速度 境外移入的病例的话 有280位 比之前一天还来多了一点点 整个国际的疫情的上升的趋势 跟我们国内境外移入 减出的这种病例数 我想是一致的 死亡的病例数 那是有86位 另外今天比较重要的 还有就是我们有 在边境这边侦测出 我们国内首例的 BA.2.75的这一个 新的Omicron的变异株的 首例的确定病例 那这个是一个 印度境外移入的病例 他是住在北部的一个 3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有接种过三剂的疫苗 那在7月10号的时候 从印度跟他的一位家人 以及一位朋友一起从印度 飞过 飞过来台湾这边 入境 那持有这个大机潜的阴性报告 并采取返家之后的居家检疫 不过在机场的脱衣裁检 三个人就都已经是阳性 所以在隔天就已经有收到 这个阳性的报告 转为这个居家照护 那两个这个亲友的部分 事实上后续的定序 都是这个比较稍微常见一点的 BA.4 不过我们今天公布的这个个案 本身比较特别 他经过定序之后 确定是我们首例的BA.2.75 所以显示说可能在印度这边 他们是有多病毒的同时在流行 所以来源不同的时候 就可能算说同行的一家亲友 都有可能还是感染到不同的病毒株 三位的这个同行者 包括个案在内 在7月10号都有发烧等等的 这些症状 不过都属于轻症 经过这个视讯诊疗之后 那经过一些疗养 也都没有研发成重重症的情形 目前的症状都已经缓解 也已经解除隔离 那因为隔离期间 都没有接触到其他的 其他人也没有到社区当中活动 所以没有匡列这个相关的接触者 目前来讲他并没有这个 虽然说是侦测到国内的熟悉 可是并没有这个外扩的一个状况 被我们发现 所以目前社区会有扩散情形的风险 评估应该是没有 我想请到刚才您说到8月 这个BA.5疫情会发生 是有可能的 那昨天中复是说 可能会在8月中或8月底 那我想问说 所以我们目前 9A中心是有评估 国内BA.5大流行的可能时间点 就是会在8月发生吗 其实这个会反转 应该说除了这个 BA.5的这个 在本土的病例 所定序占的比例 升高之外 那另外一个 当然也是跟人流的一个 都有关系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会反转 这其实也都很难顾 目前我们大致上是 就是以8月中左右 可能性会比较高 那当然这个都还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 那未来都有随时修正的一个可能 在86例的死亡个案 年纪比较轻的是一位 这个小于5岁的小朋友 是因为急性脑炎 而不幸过世 这边做一下口头的补充 这是一个4岁的女童 那她本身 在先前是并不知道有慢性疾病 不过在这一段住院的期间 有是检查出有代谢性的一个疾病 那在7月15号的时候 是发烧跟喉咙痛 那到诊所有进行快塞检验阳性 隔天7月16号的时候 家长发现开始有食欲跟活力下降 以及4岁的一个情形 于是在7月17号的时候 带到急诊去检查 那在急诊这边有怀疑是脑膜炎 所以有收住院 给予这个类固醇 瑞德西韦跟降脑压药的治疗 不过在7月17住院的当天呢 就有出现呕吐跟呼吸费力 以及胸凹的现象 所以因为这个呼吸窘过的情形 有插管使用呼吸器 另外在住院过程中 也有突发癫痫的重症 以及神经性的休克 所以也有给予抗癫痫药物跟生亚剂 等等这些药物来治疗 不过遗憾是说 仍然病况恶化 不幸在7月19号的时候 就治无效而过世 那这一位的死因是急性脑炎 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 并发急性脑炎而过世 补充这个死亡个案 有一位40多岁 接种3G疫苗的男性 那他本身是有这个慢性的精神疾病 那是在家照顾 那这一位的是在7月18号的时候 被发现就是在家中 有这个昏迷的情形 那有紧急扣了救护人员 119来了之后 发现就是说 他的体温有高达44度 另外家中就是属于一个 比较密不透风 一个密闭 然后也没有空调的一个 比较闷热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下是怀疑说 可能是中暑的关系 那个有做一些初步的 一些降温的措施 不过到医院之后 也同时检查 发现说他也是COVID-19 检验新冠病毒检验阳性 那也有这个肺炎的相关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7月18到急诊 不过很遗憾是说 在7月19就因为这个病发 多重器官衰竭 已经败血性休克的关系而过失 那这确实是我们目前首例的 这个有同时中暑又染疫的一个死亡的个案